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教育处在市议会进行业务报告 被市议员要求教育处公布营养午餐检验结果真相时 代理教育处长杨贵杰表示 统一对外说明是卫生局的权责 再加上因为这起事件 反而深认为代理副处长的徐燕丽科长 请病假没有来 反而让议员们更关心也更质疑 深美国小案家长会等相关的团体 食品供应业界教育界都在等着一个真相 请问基隆市政府到底有什么好怕的 有什么好不敢讲的 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吗 你认为我们的徐科长徐副处长 绝对不会回避所谓的议会的一个咨询跟询问 那在这边也希望说 议长能否在这一次议会大会结束之后 那等到我们的徐科长徐副处长身体也养好了之后 让他健健康康的希望来到议会 针对营养午餐的事情 对我们所有的议员来进行专案报告 那真正在处理在协调这件事情的 是我们今天因病请假 我们的徐燕丽代理副处长 那他有没有给大家任何一些处理这些事件后续的问题 以及这些事件后面他的处理方针以及步骤 市议员也要求教育处一定要针对营养午餐 提出具体可行的改善方案 保障学生吃的健康安全 如果由团散营养公司团散公司来供应 请问签订合约的标准在哪里 签订这些合约都是未来我们审查的细项 验收的细项 这些审查的招标的细项是用来监督的 都没有订定出来 未来是要如何要求 我们都不希望这种汉事发生 可是我们希望严领更严格的这个自治法规 能够来监督 然后提供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辅导团 跟连政平台制定我们这个营养午餐的一个 一个完整的一个讲诚机制 那现在不管是自社厨房还是团散 在食材成本难提升情况下 负数标到底找不找到厂商 这也真的不确定 因为厂商就是看预算 我们现在万一发生了一个学校 营养午餐的食材的问题 一个厂商得标 那请问他是马上停止 那后续谁来接 所以这里应该应该奠定 是不是负数双轨制的一个评审的 一个厂商的一个内容 上半年上学期的时候 天气好什么菜价什么都很稳定 拿到下学习的厂商 那个高利菜一颗就多少钱了 这样子怎么做啊 所以既然是要负数标的话 叫公平起见 就是要一个月一个月这样子分开这样子做 这个有关食安的问题 我们要领农冷 所以领农冷的话 我先去希望我们教育处 配合我们那个卫生级 联合居查这个编组 包含学校的一定要做好 你这个营养午餐里面的形形色色很多 我是希望能够做一个中央空除 整个因为基隆市不大 你整个来运送的话 顶多45分钟他就可以到达那个学校 基东市议会议长同志委决议时 要求基东市政府必须面对问题 检讨问题 我们这个营养午餐的议题乐意了 那也我们有多位议员 大家全体议员都非常关心 我想请这个教育处 我们有相关议员要求我们要的书面资料 我想就提供给议员 那我想营养午餐的问题 我们基隆市政府必须面对问题 然后检讨问题 然后我们应该建立一个跨局处的平台 机制跟卫生局如何整合讨论 我想我们全体议员都非常关心 那就请教育处积极来负责 而在市议会咨询教育处结束后三个小时 基隆市卫生局也迅速发布新闻稿 公布检验结果 也就是依照卫生福利部相关规定 无法判定为符合食品中毒事件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为了加强预防犯罪以及降低脏乱事件 基隆市政府民政处采取设置监视器新的做法 希望像风潮一样的紧密 补助邻礼装设监视器 一般民众就可以申请安装 每支监视器最多可以补助2000元 即日起接受申请 用邻礼项弄 我们会根据的是 今年通过邻礼守望相助监视器补助作业办法 在今年度动用预备金 而不是我们的工 就是我们编地的预算 动用预备金 希望能够达到今年度1500家 在这边要借助各位一座的力量 能够帮我们在巷弄部分 增加我们的监视器 今年希望能够达到1500 明年还可以再继续增加 成为一个蜂巢 大家愿意帮我们 雇我们的治安 雇我们清洁环境 不过对于这个方案 议员们有质疑也有建议 监视器未来的这个架设 还是以现在的高空的架设的方式拉线吗 因为有这样的情形 造成我们整个城市的天空际建又杂乱武装 那我们市长一上来 都对这个监视器非常重视 那本期建议呢 建议是说还是要统一发包 还是要有 还是要用统一发包 这样才能够还我们一个干净的家园 可是现在看起来 好像一个里只限制几盏而已 包括监视器 这个我更有意见 因为我建议的是 希望感应大灯 要跟我们的监视器能够结合 灯一亮监视器在照 小偷干坏事的人就跑了 应该是要做现在我们的这个 科技这么发达 你应该是做一个共同的电缆线 用来发包 未来你才可以在系统 然后再把它扩充 而不是就成如本会的议员也有讲 其实你这个各个品牌不同 然后每个系统不相容 然后到时候我要看一个这个监视器 我到底要透过谁才能来看 民政处长张渊祥大巡师了事 补助邻里装设监视器 不用利用电缆线 有Wi-Fi的地方可以用Wi-Fi 没有Wi-Fi的地方 用记忆卡就行 有点像是行车记录器的概念 也不用里长先给钱垫付 而我们的监视器 行程医院关心是 我们不用揽线 我们用的就是 大家如果可以理解 就是说行车记录器 它可以有Wi-Fi的地方 远端可以扣 没有Wi-Fi的地方 截取卡片或少QR扣 就可以下来 所以不会有影响 这个天空的天际线 不会有很多的 绝对没有这个 很多的这个线路 只会从家里迁出来 除了李林长以外 公寓大厦管委会 当然是我们要补助的 公寓大厦也有自安死角 也有环境清洁的需求 也可以申请 选手队走过的路线 迁到的地方 也是我们可以帮忙安装的地方 这是在巷弄里面 所以有别于 同胞 利用业者的 这个警察局的部分 监视器的部分 没有里长先付费 这是监视器确定是补助方案 他今天安装好 拿到收据 明天就给钱 我们会相信 里长主动找的厂商也好 我们推荐 很多的厂商也好 也会告知他 不要先付费才安装 而是你安装好之后 拿到单据 跟区公所合销 今天安装 拿到单据 明天我们就付费 所以不会有所谓 带电这样的行为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决议时 希望民政处在监视器装设的新方案上 可以听取议员们的建议 做适度的调整 我想这个政策呢 会有这么多的争议或讨论 我想代表我们的民意 或是议员有非常多的一些想法 那也希望民政处做相关的调整 那个包含刚刚预产法议员提供的 这个探照灯的这个意见 我觉得很好 也应该纳入来政策来实行 那未来相关的配套 包含邻礼如何申请等等 我想会有更多的问题 再请民政处来 仔细来想办法解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三二一 请接步 外挂式无障碍电梯落成启用 来宾们亲自体验 从一楼搭到四楼的便利性 四层楼高的电梯 外观吸引 采用透光玻璃设计 电梯缓缓上升 可以远眺红弹山和俯瞰警察局中庭 历经前局长刘耀青 和现任局长张树德 两人极力推动下终于完工 在去年的实业底就盖起来 但是因为当时的抢工 有一部分设计规划 没有按照政府的规定 所以这一个电梯一直没有办法用 那当然我们是公家提案 没有这个实用制造 大家敢不敢用 不敢用 万一有发生公安问题 谁负责 那经由整个警察局 还有我们清安工 还有我们这个恶姓 这个谢家 童家 还有社会各界给我们支持 今天小弟可以正式宣布 正式落成 我们给有工人员感谢一下 请用典礼邀请了副市长邱佩玲 副议长杨秀玉和捐款者一起剪菜 共同见证这历史新的一刻 真的很开心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 看到最有爱的 就从我们的警察局开始 相信因为金融市老地方 很多老式建筑 是必要用这种方式 希望因为这个 而开启一个很好的点 让基隆 让所有人民更方便 再一次谢谢张局长 正在世界的努力 也谢谢所有企业界朋友 跟所有中庙大家的军政 一起让基隆更好 代表我父亲谢休平先生 来参加今天的这个 我们五障碍电梯的落成典礼 那昨天我跟我爸爸说 我要来这边 那我爸爸要特别提 要我跟大家报告说 我们祖父三代 从我爷爷谢清云先生 然后到我爸爸谢休平先生 到现在的国粮 我们对基隆的警政都是最支持 而且最感谢的 我们都知道基隆是一个老旧的城市 有很多这个长者非常的多 包括一些就是行动不方便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基隆市警察局没有电梯 那也因为我们童永童主委 也是我们国策的顾问 他的发起在刘耀卿局长那个时候 他发起的 所以今天终于落成了 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赞助厂商 基隆市的老人的人口是全台湾也是在前面 所以很多年长者还有我们有一些工友都要搬一些重物 如果没有这个电梯事实上 那会让我们警察局来洽工的民众觉得很不方便 基于种种上述的理由 我们才来建立 那也在我们庆安宫同主委 还有我们市长 这个度谢怨怜慈善基金会的支持 还有社会各界的支持之下 今天正式完工 这个正式启用 届时可以让我们的市政的满意度 或者是来警察局洽工的民众 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便利 警察局听设超过40年 一直缺乏无障碍电梯 如今在各界捐款协助下 电梯终于落成 未来民众洽工 不只有爬楼梯的选项 还可以搭电梯 体验居高临下 欣赏不一样的风景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基隆拉拉队在雅锦赛获得一金一银 鱼云锦剪施云 战线高超的技术水准及翻腾动作 抱回雅锦赛嘻哈双人组金牌 另外彭宜珍及熊佩柔 全运赛第一个顺序出场 表现亮眼 夺下雅锦赛彩球双人组银牌 我们基隆士拉拉队委员会跟宇都舞蹈团合作 那这一次总共派出四位选手 代表台湾参加2023亚洲拉拉队锦标赛 那我们基隆士的小朋友呢 代表台湾在国际的舞台上拿了一金一银 拿了彩球双人组的银牌 跟嘻哈双人组的金牌 那都是由我们宇都舞蹈团跟宇都拉拉队共同来知道 那小朋友在国际的舞台上呢 得到很棒的成绩 也创造了很多不一样的价值 那未来希望有更多的选手 跟喜欢跳舞的同学一起加入拉拉队运动 四位优秀的选手荣获特优运动员 在国民体育日优良志工及有工团体 基优人员表扬大会上接受表扬 另外三金永厚邓宇文 直接报回游基隆士体育会理事长郑锦中 自偷腰包的奖金 一金三万三金共九万 112年优良志工及体育有工人表扬典礼 我们一共有表扬104位的基隆士 各优良单项 还有有工人员 优秀运动员及推展体育有工人 学校优良老师 还有特殊体育共建奖有两位 那我们今天也趁着我们全国运动员刚回来 我们电影文前手得了三块金牌 我们每一块有个人三万块九万块也要帮给他赚小小的鼓励 也非常谢谢市政府和议会大力支持我们的体育活动 我们联系六年在运动在台湾2.0里面 或者教育部的特优县 希望说我们这个业绩能继续办下去 让我们大家多运动身体会健康 就是要推广运动让身体更健康 市长谢国良 议长同资委及多位议员颁奖 推广体育的18个单位 90位基优人员 体育在每一个环节的发展都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如果真正重视体育 就要把三级的运动建立好 然后我们必须给专任教练 给防护员给什么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教育资源必须集中 非常感谢长期在推动体育有工的这些人士 包括我们陈宜议员 最近也要求市政府 那市政府也有在配合 我想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走 让我们的体育好 基隆就会好 另外 市长谢国良支持时 肯定各单项协会 决定恢复体育班等政策 提出更好的配套措施 打造更好的体育环境 鼓励大家多运动 让身心愉快又健康 记者崔小军 基隆报导 票投郑文婷 延续TPAS 票投郑文婷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郑文婷 与民进党国务卿的青年助选团 到基隆东岸广场进行街头演讲 陪同的有市议员陈宜 跟市议员武华嘉 希望透过街头宣讲的方式 让二性循环站周边的通勤族 跟年轻学生 能够了解民进党中央 针对通勤族TPAS 跟学生学费减免的政策 让更多人知道 中央政府在今年度也宣布 公立的大学部分我们不谈 我们谈私立大学 每年我们可以补贴他们学杂费 三万五千元 那公私立的高中职的部分 都是学杂费全免 目的就是希望从教育平权开始 让每个人除了有受平等的教育的机会之外 在学杂费的负担上面 也可以相对的让他们感觉公平 那这样的一个政策 我们也期待进入立法院之后 向中央政府继续争取 让中央政府把这个政策 当作是一个常规的政策 延续TPAS 支持这问题 来助选的民进党国务卿成员 也特别提到 他是一个通勤的学生 所以对TPAS特别有感 我自己很对TPAS有感 因为我是从台北 然后到基隆来读书 所以就是有时候 没有搭到校车的话 TPAS是就是可以让我 最省的方式能让我回家 然后因为学生时期 你就是没什么钱 就是零用钱可能就只有那样子而已 然后TPAS的话 就可以替我省下很多钱 让我能就是能顺利回家 然后同时又可以不用花到太多钱 我们首都通月票 TPAS 1200 这个政策是在蔡适应立委 他选举市长的时候 所推出来的 那今年七月份上路 那上路之后得到非常多青年朋友 也包括通勤族的一个肯定以及支持 很多朋友跟我说 他们每个月通勤费用 至少可以省到一两千元 那多则都可以省到五六千元 那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事实上在中央政府的预算里面 大概只足够编列三年 那我们期待未来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 能够持续 请将票投给郑文庭 来延续TPAS 立委参选人郑文庭特别选在下班时段 到东岸广场进行街头宣讲 希望能够争取民众的支持 让他能够进入国会来延续落实更多好的政策 记者黄顿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yr 陈淑平 基隆报导 10月2号起 65岁以上可以接种流感 肺炎恋求菌 以及COVID-19三种疫苗 请记得携带 健保卡 身份证 COVID-19疫苗接种卡 肺炎恋求菌接种证明 到时候医生将会评估 可以接种的疫苗及种类 如果无法在第一次 完成所有的疫苗接种 也会协助预约 下一次接种的时间 都给妈妈做 那再加车 妈 我去送货 是不是去银行交 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 你是说 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 你交的爱诚实纳税 用这个啦 收到缴款书后 下载行动支付 和电子支付APP 掃描QR口 就能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 ATM转账等 多元缴纳管道 都能算定哦 很方便耶 多元缴纳不卡关 一路身上安心 GO 赖清德 郑文婷 联合竞选总部成立 赖清德 苏贞昌 游锡坤 林又昌 陈时中 卓荣泰 蔡世英 洪梓伟 勇敢前行 信赖郑文婷 11月11日 我们不见不散 此云寺钥匙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 开光启用 钥匙佛大殿内 设有神佛尊相 壁堵 木科解王的 辉宏庄严 不少信徒 专程请来点 钥匙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自 一次钥匙佛店 参拜 感受法喜 基隆市区污水下水道施工开始咯 下水道工程施工 会在道路进行开挖时 设浇管及围社围离 工程陆续将暗月分区分段施工 部分车道会缩减 部分停车格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谅多包含哦 当传统戏剧遇上现代戏 会擦出什么火花呢 第八度荣获基隆杰出演艺团队的 风动歌剧团 带来的自制大剧 人生一台戏 11月4号将在文化中心演艺庭登场 这一出戏很特别是我们 因为我们向年都是新传歌仔戏剧团的 精致传统大戏 今年是首度由我们自编自导来做演出 那结合了除了传统 精彩的传统大戏之外 还有结合了现代剧 那讲述的是一个歌仔戏般的故事 去面临的一个困境 那如何来突破困境来重新再出发 是一部笑中带泪泪中带笑 能够感动人心的一出好戏 那这一次的作品呢 除了我们往年的歌仔戏的团员之外 这一次我们还有一些新生代的加入哦 大概20多岁了 新生代的加入给剧团注入一股力量 当然在戏曲部分也要有所突破 这次里有现代剧 就是希望说在传统的剧局里面 我们可以吸引到 年货和少年人 可以背变到我们这些传统的传统 当时进来看传统的剧局 苦练情练外 团员们也培养默契 在演出前戏 前后场不断的模拟 要带给观众最大的感动 这出戏的前后制作大概经历了两年的重制期 那经过精心的编排 老中青一起来做这个演出 那传统的部分呢 观众可以看到一些原汁原味的 新传歌仔戏剧团 廖崇志老师传承的这个经典大戏 那每一个唱念作答的这个部分 文系舞作都相当的精彩 风洞歌剧团这一次细心的安排字幕 热烈邀请老中青三代进剧场 一起来看这一出精彩大戏 一起来认识传统歌仔戏文化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无人机在空中盘旋 每个方向定点飞行 再前往下一关 要维持等高等速才能降落 在这个重用这个考场 它基本上风比较不会那么的强劲 而且很适合一般的学员来做 七属的练习 然后现在这个考场都说将来成立之后 可以让考证可以训考而已 然后尽快地守进这个环境 那可以比较容易进入这个环境里面 无人机运用广泛 考照人数增多 进入缺乏合合场地 考生要远赴万现市 从又影艺科技大学 和专业无人机公司 台序公司携手 筹办遥控无人机学术科 专业证照考场 日前将部民航局 办理实地会堪认证 未来要考两公级以下 无人机专业证照 在基隆就可以考试 那这部分的考场来讲的话 我们会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话 就会由民航局派遣考官 来这边进行考试 那相关的这个报名的一些程序的话 都可以直接上我们民航局的 遥控无人机的管理咨询系统 那现在因为都是所谓的 一站式的服务 大家在那个管理咨询系统里面 去选择那个重用的这个考场 就可以进行报名 那那个报名之后 那时间到了就可以来这边做考试 考完之后也要请大家记得 如果就是顺利通过 顺利通过的时候 就可以在这个系统上面 再去做一个证照的申请 那这边的话我也特别提醒一下 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证照的申请都有一定的时效性 希望大家考完了之后 一定要记得提出申请 那如果说提出申请完了之后 我们会尽快的把证照做出来之后 以邮寄的方式寄给大家 基隆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地形环境 其实我们异山傍海 那经常会有看到一些在山区走失 甚至在海上发生危难的这样的一个事故 那其实透过无人机的一个救灾救援 其实可以大大提升啊 就让人员在救灾上面的一个量能 也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在第一时间 即时得到的一个救援的一个支持 所以这样的无人机在未来 不管是在救灾或救护的相关的推动来讲 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方向 从幼科大筹备两年终于获得认证 预计11月中旬就能上路 再基隆就可以就进考试 是一大福音 无人机我们本来的想法只是说 我们是影艺科技大学 那因为我们很多的表演 室外的表演非常大场的话 用无人机那个效果会非常好 那当然现在的话 我们成为这个考试的基地的话 除了我们影视表演演艺 表演场外的表演以外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贡献扩大到 所谓市政府的相关市政机构 然后我们的消防队 比如说基隆的特色就是一山半海 然后很多地方 比如说有人去登山 然后迷失等等 这个都可以利用无人机 甚至于海巡视 未来我们也扩大到海巡视 海巡视因为它要海巡的时候 它的人力物力受到极限 而且台湾的整个的沿海线太长了 那有无人机的话 这个效用也都很大 基隆第一座无人机考场诞生 对于推动无人机产业 在基隆发展有很大注意 过去一年该场地 是无人机标准练习场 已经培育出许多学员 成为推广无人机产业的最佳基地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